智慧系畢業 那之後呢 他就在台東榮總 有沒有 從院醫師、總醫師 那後來呢 他也有到嘉義榮總 奧貝爾社當主任 那也是 林林 郭林林醫院的奧貝爾社主任 那他的官場呢 是 目前是連理解大學的副教授 那他官場就是在 聯合方面的實際提供 過敏性提供等等 其他方面是關心的 他也發表了所有都不可能 那我們今天 他做的整個題目是 過敏性提供以及過敏性提供 那我們就熱烈的掌聲來 歡迎梁凱希教授 我們各位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 今天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也非常榮幸 第一次來內科技學會 那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 大家非常實用也非常常見的一個疾病 就是鼻炎 那今天的內容主要是參考一些 目前在國際上常常引用的一些 對於鼻炎治療的一些指引 那在鼻炎治療的指引當中 大概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所謂的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所 initiate 的一個這個 這個 area 的 guideline 那 area 的 guideline 它主要就是 在 1999 年的時候 世界衛生組織所 initiate 的一個 workshop 那它主要是整理一些關於鼻炎 有證據意學的一些知識 還有呢就是一些專家的意見做一些統整 那它在 2001 年的時候把它整理發表了以後 就常常被大家引用 那這個 workshop 的一個特徵呢 就是說它強調的不只是鼻炎的治療 那它也很強調說這個 上呼吸道的疾病跟下呼吸道的疾病 尤其是 asthma 之間的關聯 那這個所謂的 area 的 guideline 呢 就一直就常常被大家引用 大家只要看到鼻炎的一些資料 常常就會看到它塞的這個東西 那它在 2008 年的時候 因為時間過了一陣子以後 又有一些新的一些文獻出來 所以在 2008 年的時候它有個 update 而且在 2010 年跟 2016 年的時候呢 都有一些簡短的 Q&A 做補充 那這是 O 系方面 在美國的系統呢 在 2015 年的時候 美國耳鼻歐科醫學會 也出了一個這個 Predicode guideline 專於這個鼻炎治療的指引 那同一年呢 台灣的鼻科醫學會呢 也參考了一些這些內容呢 用中文版寫的一個簡單的這個 台灣鼻炎治療指引 那這些資料呢 大概都是我們治療的過敏性鼻炎 一些很好的參考 也是常常引用的資料 大家都很容易會在這個網路上 找到全文做參考 那除了鼻炎 除了這個過敏性鼻炎 大家都熟知 而且常常治療的以外呢 其實有一群的鼻炎 是非過敏性的鼻炎 或相對的呢 這個非過敏性的鼻炎 得到的這些研究啊 注意都相當的少 所以在目前為止大概只有2017年 就是去年 這個歐洲的過敏和這個 臨床免疫學會有一天 短短的positional paper 我們等一下也會引用它的資料 那從這張史案裡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先定義一下鼻炎的這個定義 鼻炎原則上其實很簡單 就是鼻腔的黏膜的發炎 那這個發炎 可能是大家熟知的一些生物性的物質 例如說一些微生物所造成 或者是一些過敏原所造成的這個information 但是它也可能是一些物理性 或化學性的一些刺激所造成 例如說溫差 或是一些chemical 或者是一些煙味等等 那有卡通圖上 大家不難看得出來 這個鼻腔的結構 跟我們大家所熟知的鼻痘的黏膜 是直接的相連結的 所以幾乎所有的鼻痘炎 都是在鼻腔發炎後所續發的 那另外呢 我們的鼻部 跟我們的後面的鼻咽腔 口咽腔是相連結的 那所以鼻子的很多的生病 都會引起所謂的咽喉的疾病症狀 那更甚至它可能會往下灌聯 造成一些下誤道疾病的惡化 像ASMA或CUPD 或是Bronchiactasis 那我們的鼻咽部 在鼻腔的後方 也有我們的耳咽管 我們的耳咽管 其實是我們中耳腔的門戶 控制我們中耳的門戶 所以只要是鼻子不健康 也常常會影響到這個耳咽管的健康 造成一些中耳腔的疾病 那剛剛提到的這些治療指引 原則上是告訴大家一個通則 就是說知道了一下 以後在治療上不會說一些 太違反目前大家正確醫學上的一些知識 但是當然呢 需要的時候可能會因地 因食 因人而做一些adjustment 那指引裡面也告訴我們 很多疾病的分類 這些分類有什麼意義 那主要是我們可以透過這些分類 知道一些疾病的流行病學 那也知道一些疾病所造成的cost mobility 還有burden 那鼻炎的分類用什麼來分類呢 大理上大概最常見的就是 用乙劫allergy來分類 用病因來分類 那另外用病因來分類 可以告訴我們一些preventive的一些措施 那如果另外一類的分類就是 這個疾病的嚴重度 例如說他多長發作一次 他多嚴重 他嚴重的程度 影不影響這個病人的生活品質 有沒有影響他的工作睡眠學習等等 那這些嚴重程度 可能讓我們幫忙我們判斷說 這個患者需要多少的治療介入 那大體來說呢 鼻炎其實就大家熟知的過敏性鼻炎是大多 那其實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很多很多型態的鼻炎 不過因為他們比較不被重視 就通通被歸類成所謂的 nonallurgical rhinitis 就非過敏性的鼻炎 但實際上臨床上有很多的鼻炎 他可能是mixed 他有一部分是過敏性的因素造成 一部分可能是非過敏性的因素所造成 那過敏的鼻炎跟非過敏性的鼻炎 有什麼臨床上的差距 但最主要的就是他在病因學上是不一樣的 過敏性的鼻炎是一個D型的過敏反應 是一個IgE-mediated disease 那非由這個機轉 或是你找不到這個證據歸於這一類 就把它丟到非過敏性鼻炎 過敏性鼻炎是由過敏原所造成的症狀 那非過敏性鼻炎 則可能產生的原因 包括一些物理或化學的因素 甚至沒有外來的刺激 只是因為情緒或荷爾蒙的改變 也可能會產生鼻炎的症狀 那大家都知道過敏性鼻炎 他們年輕的時候就會有 男女也都會有 那發生率呢 大約估計是大概人口的兩三成上下 那非過敏性鼻炎 則與女性比較多呢 而且是比較稍為年長一些的女性 那它的發生率呢 沒有一個很非常好的流行病學的調查 那出乎大概佔所有鼻炎裡面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那這是一個過敏性鼻炎的激轉圖 其實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 或者比我了解的多 那大概就是一個有所謂過敏體質的人 有atopic體質的人 他對某些過敏原有致敏 就例如說對花粉或是塵脈 那可能在再次接觸到這些過敏原的時候 他已經身體有的一些specific IgE 就induce他身體的一些massive cell basal cell 釋放出一些這個發炎物質 那這些發炎物質呢 induce你的鼻腔黏 產生一些搔癢打噴嚏流鼻水 那這個反應可能在接觸到過敏原 很快就產生所謂的early phase的反應 幾十分鐘你就產生了打噴嚏流鼻水這些症狀 但是這個發炎反應並沒有在很快的就結束了 他會induce一些chemical induce其他的發炎細胞一起過來 在你的鼻腔持續的做一些嚴禁的反應 那這個時候呢 一些其他的發炎細胞 包括Useal feels 他就會照這個發炎反應 持續好幾個小時 那後續呢 可能就會造成一些年末的破壞 或是組織的remodeling 那不明星鼻炎呢 又可以分他依據他這個發炎 症狀表現的一個pattern呢 以往把它分成季節性或是經年性的發作 或者呢 根據他發作的頻次 以及症狀的嚴重度 是不是影響到他的生活品質 那這作為我們平常治療的參考 如果他發炎的十點點 一周小於大概四天 也就是過半的時間沒有症狀 或是沒有連續的發作四周以下 那這樣就算是intermittent 如果超過這個頻次 就算是persistent 非過敏性鼻炎的激轉 非過敏性鼻炎的激轉 大家比較不是那麼的清楚 不過大致大家認為說 可能是一群就是 年末上的這個trpv1 這一類的這個受體 它有點過度敏感 那或者是hyper 或者是upper expression 那當你接觸到一些chemical 或者是thermal 或者是一些physical的刺激的時候 會造成一些information的反應 那這也可能會為一些內陰性的因素 例如說賀爾蒙 或者是一些情緒等等 而induce這個反應 那在一些非過敏性鼻炎的鼻腔粘膜裡面 也會發現有較高的neuropeptide的產生 那這些neurogenic 或是nonallergic的一些reaction 造成這個非過敏性鼻炎的症狀 那過敏性鼻炎有很明確的定義和診断 和一些流行病學的調查 不過非過敏性鼻炎 其實就是分類上呢 以及一些診断的定義呢 都比較模糊一些 那由這個slide裡面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有些的定名 是根據它的 好像是誘因或是成因 例如說賀爾蒙的鼻炎 職業性的鼻炎 或是藥物性的鼻炎 那也有一些分類呢 因為不是很好定義它的原因呢 就以觀察到的現象 來給它取名字 例如說這個nails 就是在鼻腔裡面看到一些 Innosyophil 但是它又不是一個過敏的個體 那或者是萎縮性鼻炎 在鼻子裡面看到一些 萎縮性或是破壞性的表現 那有的時候呢 根本沒有辦法把它丟到某一群裡面 那早期把它叫做 Vacial Mortar Rhynitis 那現在大家覺得比較好的名字 可能叫它 Idiopathic Rhynitis 比較適合 那接下來呢 因為這些鼻炎 定義上比較模糊 不過我們還是稍微了解一下 那Infacial Rhynitis 其實大家每天都看到 最常見就是Virus造成的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由其他的微生物所造成 那一般而言 Virus造成的鼻炎其實是治癒性的 那大部分自己會好 所以也不用特別去介入它 那當病人的一些鼻炎的表現出現一些 疑似非Virus的或是Post-Virus Inflation 所以說它會有一些 黏液比較黏稠或結痂 這個時候如果時間較久 一般來說超過兩三個月的話 那可能考慮一些比較持久的細菌性的鼻炎 這時候可能就需要去介入它 那藥物性的鼻炎 其實在臉床上不算很少見 它有幾種類型 一個類型是有一些個體 他可能在接觸到一些 Aspirin或NC的藥物以後 會產生一些呼吸道的發炎 那這是一個特病的一個族群 那也有一些人呢 他因為其他的身體問題 他有用一些像CV的藥物 荷爾蒙的治劑 或是一些精神科的藥物 他可能因為這些藥物而使用 產生了一些鼻炎的症狀 那最常見其實是中間這一型 就是所謂的藥物性鼻炎裡面 因為過度的使用鼻腔局部的去沖血劑 那我們知道在臺灣 這個鼻腔的去沖血劑 是一個over the counter的藥物 但因為它能夠對症狀的緩解非常的快 那所以其實很多人會 因為使用以後很快的得到症狀緩解 就變成習慣性的用太久 一般局部的這個topical decongestant 不建議使用過超過三五天 所以如果持續使用太久 病人會覺得每次用藥的效果會漸減 而有些人就誤判而變成過度頻繁的使用 那這個時候會變成他的鼻腮症狀 會越來越惡化 甚至出現一些結痂或出血的症狀 這是臨床上很常看到的藥物性鼻炎 那另一型叫做所謂的occupational rhenitis 它可能是你本來就有個鼻炎 可是因為你的工作環境 讓你暴露到這些讓你鼻炎惡化的因子 例如說一個lab worker 他可能要戴一些乳膠手套 或者是一些實驗室的人 他要做動物實驗接觸一些毛髮或動物 那或者是medical staff 他要戴手套之類的 那他可能在因為工作 原本就有一個鼻炎而惡化 那也可能在工作後才induce 因為接觸到一些職業暴露的因子而發的 而tropic amunitis 他可能是各種 這種萎縮性鼻炎可能是由各種的因素所造成的 那舉例而言 他可能是一個比較頑固的發炎 例如說有些病人 他的鼻腔長久的細菌性感染 尤其是像clerosella 或stabilococcus這一類的細菌感染 那Perone的感染以後 他的鼻腔的這個mucocular function 他的mucosa受到的破壞 而成了一個結痂異味的一個表現 那也可能是因為其他的因素 例如說他是一個鼻炎癌或鼻腔癌的患者 鼻腔接受過放射治療 或者是因為外傷 而使他的鼻腔的黏膜 或者是結構受到的破壞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一個不當的過度的手術 就是傷害掉了太多的鼻腔的黏膜 那另外一個就是各位的專長 就是一些免疫方面的疾病 例如說vasculitis 他可能會造成這個 反覆的這個immun reaction 發生在鼻腔裡面 而造成鼻黏膜的破壞 在這些共同後來的fighting 就是一個鼻子的黏膜 不夠他的正常的生理功能 而形成一個結痂異味 和一個空洞的鼻腔 叫做萎縮性的鼻炎 那荷爾蒙的鼻炎一般來說 不是很容易在當時下診斷 那因為這些荷爾蒙 身體改變的時候出現的鼻炎 也不是很容易跟其他因素 所造成的鼻炎間別 大部分比較能夠confirm的是說 他這個荷爾蒙改變的情況 被correct了以後 他鼻炎的症狀一起好了 那比較常見的是懷孕時期的 這個懷孕時期的鼻炎 我們知道在懷孕時期 荷爾蒙會有一些改變 那另外呢 孕婦因為體型的改變 他整個身體的這個 血流量也有改變 所以鼻腮和鼻炎症狀 在孕婦裡面其實還蠻常見的 那初估有些人認為 可能有五分之一左右的孕婦 可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 鼻炎的症狀 那一般來說 如果是真的是因為 荷爾蒙這個改變而造成的話 大部分在生產之後 很快的病人的症狀就有進步了 那有一群的病人呢 他可能會在瓶牙中沒有什麼症狀 但是他在吃東西 尤其是吃熱的 或是辣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狂流鼻水 那我們叫做 Gastatory Rhenitis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情況 那當然這一類的病人 我們很少會去取Balaxy 或是有很詳細的 這個基準上的研究 不過推測是認為 可能是一些自主前進協調的 一些改變 那造成病人的 這個parasympathetic的空太高了 那這個sympathetic的空太低 造成他一受到刺激 就嚴重的流鼻水 那也有可能一部分的人 是因為一些外傷 或是之前的手術 例如說接受一些腮線的切除啊 或者是一些鼻痘的手術 這些可能會影響到 他的sensory的input 而形成了這個sympathetic tone的改變 那造成在吃東西的時候 就狂流鼻涕 那這可能在不同的年齡層 也都可能會發現 不過大部分來說 年紀大的病人比較常遇到 所以呢 有些人會把一些年紀 比較大的病人的鼻炎 歸類取的名字 叫做senial rhenitis 那實際上我們一般說 老人家的鼻炎呢 大部分來說 是因為他隨著年紀 一些鼻腔的結構上 有一些A菌的變化 例如說 可能會比較atrophy Gran本身的secretion會減少 所以有些人會有一些乾燥的問題 那同時 因為他們也常常需要 使用較多的藥物 也有比較有機會 因為一些CV 或是其他的一些藥物 造成了這個 drug induced rhenitis 那另外呢 剛剛提到這個 Gustelary rhenitis 也是在年紀比較大的病人 比較常見 有一些人呢 我們在鼻腔感覺到 他有一些innocylfil的 這個發炎所造成的 這個症狀 例如說 你在nasal smear裡面 或是一些表現上 都很像是一個innocylvic的 一個rhenitis 不過 這樣子的人 有時候 你不一定可以看得到 他有systemic的 這個IgE的反應 那有些人就把 這一類的BMR 歸成叫做NERS 那這些人也許 就跟剛騎到 一些asprin tri-A 的人的病人 有一些association 那這麼多種的分類 到底大家平常 日常的生活中 有需要怎麼樣去做 要做到什麼樣的鑑別 對你的治療 或是處理有什麼的差別呢 大原則上 一般來說 大家遇到鼻炎的病人 第一個就是去了解 他的history 這也是大家每天在做的 那實際上 大部分的情況 history就可以告訴你 整體來說 他比較像哪一種 臨床的狀況 那當然 如果病人 不是非常mild的症狀 最好能夠加上 一個身體檢查 因為其實等一下 我們可能稍微秀幾張 身體檢查可以提供我們 其實最多的information 雖然他不是specific的 那至於臨床上 大家也常用的一些 這個IgE的檢測 有沒有需要呢 他有一些幫忙 但是當然不是絕對的需要 那combine這些東西 你可能可以把一些病人 歸類成 是不是過敏性的鼻炎 或非過敏性的鼻炎 那在combine它的history 有一些剛剛提到一些 比較特定性的 非過敏性鼻炎 你可能就可以得到一點歸類 好 那當然也有一些病人 你怎麼樣都把 沒有辦法把它丟到 某一個group裡面 那就屬於Bideopathic 不過好在的就是 鼻炎的用藥 一般來說蠻safe的 那當你也不是很sure的時候 也許你就給他一些 藥物的治療來反觀 他對藥物的反應 其實也是一種很好的 therapeutic drug 那身體檢查 其實也許大家不一定是 耳鼻有科別 不一定在診間 有一個治療台的設備 不過有光源是一定有的 鼻腔的前方 其實是很容易檢查的到 不管你是用鼻窺鏡 用光筆 用頭燈 那或是大家其實身邊 常常都會有耳鏡的設備 耳鏡也是一種很好 拿來檢查耳鼻的一個設備 你可以在鼻腔的前方 就看到一個gross的 picture 那當然現在 內視鏡是非常popular 鼻用的內視鏡 其實也不是很昂貴的設備 那即使是沒有幾部在診所 也大部分的耳鼻有科診所 都會有這一類的設備 那有的內視鏡在比較 比較後方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 而且有時候可以留下一些 documentation 那過敏性的這些IgE的test 包括皮膚試驗 或者是抽血的檢查 一個positive test 可以confirm你的檢查 而且有時候一些 有些結果也可以有助於你衛覺 甚至有些病人 也有考慮要做immunotherapy之類的 也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那一個negative的一個allergen test 大概就是幫助你去 screw這個可能性 那剛提到幾個 很常見的過敏性鼻炎 常見的鼻炎種類 所以我們就有幾張slide給大家看一下 那舉例來說 那舉例來說 這是一個年輕人 有搔癢 打噴嚏流鼻水鼻塞 所有typical的allergen rhinitis的症狀 那他也有這個氣喘的history 那你在鼻腔裡面看到他的鼻腔黏 是很蒼白的 蒼白腫障 帶了一些清澈的分泌物 那這就是一個非常typical的 過敏性鼻炎的一個picture 大概即使沒有一些IgE的test 大概也不難下這個診斷 那這是一個女性的病人 她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曾經因為她鼻腮而做了一個鼻中隔矯正 跟一個鼻腔的手術 那可能手術的時候沒有很delicate 所以就留下一個鼻中隔的穿孔 那後來她不幸得到了鼻炎癌 又做了一個放射性的治療 那因為一個over的手術 加上一個放射性治療 造成她的鼻腔黏末不是很健康 有很多的crustic 分泌物 那這是一個萎縮性鼻炎 是artrogenic 的一個手術 再加上一個radiotherapy 所造成 那這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女性 在十幾年前她診斷是一個vascularitis 那這是在她診斷當時的時候 鼻腔有一些鬼母肉麻跟sanicitis 那斷斷續續的延續了多年的治療 鼻腔裡面可能有一些反覆的一些發炎 所以在多年之後 她的鼻腔一樣也是產生了 跟剛剛那位病人類似的狀況 Necosal Atrophy 和Septal Perforation 這也是一個atrophic rhenitis 那這是一個先生 她因為鼻塞的問題 常常在使用鼻腔的去充血劑 那因為常常鼻塞 就常常用 越用越頻繁 那像這類病人 其實常常有時候請問她說 你平常用哪一類的藥物 她可以隨時從口袋裡面 或袋子裡面套出來 因為她使用的非常的頻繁 那有人說像這種藥物性鼻炎的鼻腔 你們會看起來像Biffy Red 就是紅東東的像牛肉一樣 那就非常的充血腫脹 而且有一些破皮 這是一個典型的藥物性鼻炎 那這位先生呢 他是原本就有鼻子的過敏 那因為他在寺廟裡面工作 當然因為到死了 所以常常在工作環境 有很多的這個香啊燃燒啊很深 那他的症狀就是厲害的鼻炎症狀 而且逐漸的嗅覺也越來越差 那我們在鼻腔檢查之後會發現 他除了有鼻炎以外 同時有一些鼻息肉 那這是一個90歲的老人家 那當然他也有許多的用藥 那他的主述就是 一池東西就不停的流鼻水 那你可以看到他鼻腔裡面 雖然鼻子的黏膜稍微有些肥厚啊 不過他沒有什麼鼻腮的困擾 他的症狀就是不停的流鼻水 那實際上他踹一些 antistomy這個藥物反應 也不是那麼的好 就是一個年紀比較大的 Cenium的Renitis 和Gustatory的Renitis 那其實身體檢查 除了告訴我們說 這個病人比較傾向於哪一種疾病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 也讓我們知道 這個病人有沒有一些Cromobility 那舉例來說 像這個螢幕上有看到就是 鼻竇炎 那有一些小朋友 可能有限量性的肥大 或是有些其他結構問題說 鼻腫個彎曲 甚至有的人有一些 腫瘤在鼻腔裡面 那像這是一個 曾經有神經外科手術後的病人 你可以看到他流出來的鼻涕 其實是CSF的Leak 那剛提到這些鼻炎 要如何去Manage他 那大概分成四個項限來說 第一個部分是病人的一些衛教 如果你在診斷上 傾向於他是哪一種的鼻炎 或是你有知道一些可以Avoidance的做法 可以跟病人討論 試著用Avoidance來減少症狀 另外也可以要告訴病人 當你鼻炎的時候 有一些什麼Risk Sign的時候 或是不典型的表現的時候 要比較Avoidance 那實際上臨床上最常用的 就是藥物治療 我們鼻炎的藥物大概就分幾大類 第一個是抗鼠治癌 那抗鼠治癌 有TOPICAL也有Systemin的用法 那第二類是Steroid Steroid也有TOPICAL跟Systemin 不過原則上以TOPICAL為主 那第三類是所謂的Lukotri-anagonist 那對於下呼吸道疾病的病人 也可以一併使用 那另外一次緩解症狀 就是BCI是最惱人的症狀 有局部用和全人用的Decongestant 那Chromine是一個Master Cell的 一個Stabilization 那大概以預防性的性質比較多 那第三類的治療是Immunotherapy 當你對傳統的藥物治療 有Sci-Fed或者是藥物調不好 而且有Specific過敏原的病人可以考慮 那有一些病人會尋求Atomative Therapy 不過目前來說 因為我們並沒有非常好的研究證據 還需要大家來努力 那非常Sci-Fed的病人 有的時候Sci-Fed也對他們有一些注意 在藥物治療的方面 那剛剛提到我們過敏性的鼻炎的病人 會因為他的症狀的頻率還有嚴重度 分成間歇性持續性或者是輕微或中等嚴重 那藥物的選擇對於一個間歇性的病人 因為他可能是PRN的用 通常是根據他症狀的指數 你上述剛剛提到的這些藥物 你可以使用Ether 只要是能夠緩解他的症狀 必要時要使用 原則上並沒有所謂的Prevalence 那如果是比較嚴重的病人的話 尤其是Persistic Moderly Severe的病人的話 考慮這個鼻用的類固醇 原則上是一個比較廣效的抗炎藥物 他對所有的鼻炎症狀 都有比較好的緩解效果 對於持續性的病人 我們比較建議他優先考慮使用鼻用的類固醇 那對於持續性使用的病人呢 一般是建議在使用以後的兩到四周 應該要review一下病人的反應 那作為一些調整 那如果病人的症狀有這些緩解呢 通常也不建議病人立刻的停止用藥 他們會建議他完成大約一個月左右的course 那如果你單一的治療效果不是很好 說你如何來調整這些用藥呢 原則上這個是因你能夠手頭的藥 醫生能夠手頭local availability的藥物 病人有沒有一些prevalence 或者是你有時候你考慮一些cost 還有他有沒有其他用藥和 和病可能的side effect 所以這一類的這個藥物的調整 原則上是所謂的conditional recommendation 並沒有非常strict的 那如果病人是使用一些抗主治安類的話 你比如說他是用口服的抗主治安 做單一的治療的時候 如果他覺得效果不是很好 假如他是以鼻塞為主治療的話 你可以加上short turn decongestant 那如果他是有一些其他的CV問題的話 這個時候就不太建議使用這個 decongestant 一樣對鼻塞有很好的緩解藥物 就是可能考慮他ship到這個 intranasal cortical steroid 那如果他是使用這個鼻用的這個andestamin的話 如果他在腎狀上的緩解不是很理想的話 他可以combine或是ship到intranasal cortical steroid 如果他已經在使用這個nasal cortical steroid 他覺得藥效還不是很好的時候 你可以必要的時候加上intranasal 或是oral的andestamin 那大部分來說加上去add on的治療 會希望說他以減少他的cost和side effect 而比較建議他是prn use 或是seasonal use 而不是persistent的一定要add on 那如果他有一些鼻塞的症狀的話 可以加上short turn decongestant的 當病人的症狀非常嚴重 有時候突然fly up 甚至造成一些嗅覺喪失或嚴重的症狀的時候 如果考慮沒有太嚴重的side effect 可以短期的給病人oral的steroid 那免疫治療在我們本地可能不是非常的popular 主要他比較labour intensive 那他的基準就是透過反復的給予過敏原而減少 讓病人產生一些protective的一些effect 那他有一些藥物治療不能取代的優點 那最主要就是說他能夠在治療 例如說他有效果二到五年後停止治療 這個效果能夠維持 而且可以避免病人從過敏性鼻炎進展成器材 或產生新的過敏原 不過這個治療的決策呢 可能要看病人的compliance 病人對這個治療的了解性和適應度 以及醫師本身有沒有confidence來做 在本地包括我自己也沒有說非常多的這個治療經驗 那剛剛提到的非過敏性鼻炎 那相對於這個過敏性鼻炎 有這麼多的研究和一些治療指引 非過敏性鼻炎的治療呢 相對就比較無力一點點 那如果他是跟一些炎性發炎有相關的話 病人可以嘗試使用一些natal colicosteroid 那如果他是一些比較是一些neurogenic的information的時候 大部分的治療的策略可能是建議他避免一些irritant 或是避免一些刺激物 那其他有建議使用在非過敏性鼻炎上的一些藥物 像這個anticorinergic 認為可以減少鼻水 或者是這個辣椒素cobstacin 認為可以降低這個鼻腔裡面的這個crpp1的這個receptor 那這個在本地因為我們並沒有很popular的藥物可以得到 所以治療的經驗也比較少 大部分會在病人的有臨床症狀的這個時候 給予一些其他common的鼻炎用藥 或者是建議病人盡可能避免一些irritant 那最後呢是提到了手術治療還是在很limited的鼻炎的病人裡面有一些角色 因為絕大多數的這個鼻炎病人還是是一個內科的疾病 那有沒有一些病人在手術的時候可能得到一些注意 如果說呢你適當的選擇病人 並且適當的在手術前解釋他手術能夠幫忙的部分的話 原來有一些病人能夠透過手術得到一些症狀上的環節 大部分的病人最sour的其實是鼻腮 那所以經過長久的發炎以後有說鼻腔remodel了 這鼻腔的黏膜非常的hypertrophy 那這個時候correct他這些鼻腔的這些過度肥厚的黏膜 可以減少他這些infinatory的burden 那大部分傳統的手術方法就是將肥厚的下筆甲做一部分的切除 如果病人合併有一些鼻中隔的彎曲也可以一起矯正 或者是鼻痘眼也可以一起矯正 這所謂的鼻道成型素 那除了傳統的手術以外 現在也有一些比較minor的手術 例如說無線電波 radiofrequency或是雷射等等 將下筆甲做一個減容的手術 也是很popular的手術 不過在手術的時候要跟病人解釋一下 這不是手術過敏 而是手術一個過度肥厚的鼻腔的這個cavity 那另外有一些手術方式 也許大家也有聽聞 就是像異神經血的結束 像Videan Neurectomy 那它的用意是希望減少這個parsine 這個cetic comb 去colonize或是截斷你的這個Videan Neur 那不過呢 這個結合的神經 除了innovate到鼻腔以外呢 也同時innovate到我們的largium的這個system 所以如果說在這一類的手術的時候 有些病人會可能會產生手術後眼乾的問題 所以要selective病人並且適當的解釋 那並沒有很大型的研究 知道這個手術後法生眼乾的比例有多少 不過systemia review裡面 大概認為有至少兩成左右的比例可能會發生 那以上是我對這個鼻炎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謝謝大家的領導 梁教授不經常的影響 我們等一下再一起做討論 那接下來就是有